我这边的话今天主要是讲一下目前在JAR里面 关于WIFU这块就目前做的算是最成熟的一套技术价格里面的 它的最核心的组件SPRINT BOOT的一个请求处理流 然后SPRINT BOOT它是从SPRINT过来的 就是它已经发展好几代了 而现在JAR里面就是目前在做服务后端的时候 它一般就会很多人会用SPRINT这套框架来做 然后今天主要是讲一下它其中的一个请求处理流的一个大致的设计 大方向的设计它的设计也是业内 就是说是不管是Apps.net还是说是很多其他的一个服务器 Python也好还是说其他的 它一个相对来说这一套这个一个理由的一个设计其实是比较通用的 大家其实都是比较很像的 大家都是很像的一个这样一个做法 当然就是说SPRINT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独到之数 这个是在我们未来以后再说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大致介绍一下 就是在SPRINT里面它的请求的一个处理的过程会经历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样一个图吧 大致了解它的一个请求的一个理由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般都知道请求从前端 就是说是我们可能是一个网站或者说是应用的APP或者其他的一个客户端 然后它发出一个请求到服务器这边 在SPRINT里面它会首先会碰到 是遇到一个叫FILTER的一个Chin 它相当于是就是说 我们后面会详细来讲这个东西 首先有个FILTER的Chin 然后会带到一个DISPATCH SERVILATE 这个东西所谓DISPATCH SERVILATE 它用到的一个模式是在一个就是不同 不管是哪个设计 某个那个服务器的设计里面都会有用到的 它就是一个FRONT CONTROLLER的一个设计模式 这个的一个设计模式在后端的服务器的请求分发的 它主要是用于请求的一个分发的一个作用 FRONT CONTROLLER它的作用就是说是 我接受到一个请求 我会把它请求递交给相对应的CONTROLLER 就是说是 像你ASP LUNET也好 还是说是我们Java里面的SPRINT也好 它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机制 来帮助你去分发你的请求 到你对应的一个CONTROLLER那边去 就是说是 OK 然后请求从它的一个FRONT CONTROLLER出来之后 然后它会去寻找 因为你要找到你的CONTROLLER 必然需要有个找的过程 这里自然而然就是接下来一个步骤 就是找的过程 这里在SPRINT里 它会有一个就是寻找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PREHANDLE的这里 会寻找对应的CONTROLLER 我们称为HANDLELER或者CONTROLLER 找到它对应的这个CONTROLLER 然后最后OK 我们会去调用对应的这个CONTROLLER来处理你的请求 而请求处理完毕之后 一般会返回一个MODEL VIEW 就是说是我们一般成为就是 呃这也是为什么说 大家常常说MVC或者MVM 他们会常常会这么去说 因为他们有些会去提取说 那个概念叫做一个VMODEL的一个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是 然后的话VMODEL回来之后 会然后会做一个视图解析 像你在呃那个ASP.NET里面 它有那个KAYA嘛还是什么 可能是有 因为它也有对应的一个视图解析器 然后那个视图解析器 其实都是可以替换的 就是说是 它会对你的视图进行 就是视图的模型Template 进行跟你的VMODEL进行合并 进行渲染就是说是 进行处理 然后最后会把结果返回给你的 那个就是前端用户 就返回你的Response 它会把你的HTML 如果是网页的话就是HTML 然后变成一个HTML 然后返回回来 最后返回给用户 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什么 哎 哎 阿姆斯能插起句话吗 这个是就是加 加瓦的那个Spring的一个一个一个 里面的一个一个一个流程是吧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流程 就是大致的一个流程 就是它就是Spring的一个框架 就是这样子是吧 你这讲的就是说这个框架 其实是框架里面 里面的请求处理的那一部分 就是说是 因为框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这次 其实提取了它里面 请求处理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也希望看一下 就是它跟一些其他的一些 它会有一些其他框架 其实也有的一些 大家通过这个点 我们来引申一些东西 就说是 这个和SkHub里面的那个MVC controller的控制的话 流程有点好像有点下 但是可能 大流程是一样的 就是说是 但是细节上面会不太一样 就是说是 比如说 Dispensy Servalate 对吧 这个channelage 它用的是一个front controller 我们如果提取出一个理论通论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front controller 就是挑戏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转发到你controller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东西 一个组件 这在你S2Net里面也是有的 它也会用 因为我们写了 我们有controller 对不对 你写了controller 然后请求过来 为什么会到controller来 这当然是中间 进入过程 把一个请求 它转发到了你的controller这边来 它明明是有过程的 那他们转发的时候 它是怎么去找到 找到对应的 比如说 对吧 对 比如说它是用到 Lust4的一个API 它通过一些URL的话 和一些参数 这里有好几种方式 有好几种实验方式 然后我首先说一下 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通用 比如说在Sprinter里面 或者说是在你CShop里面 它其实会通过反射来找 找你的对应的controller 它其实是在你 程序启动的时候 你的这些所有controller 已经被加载进来了 它已经是知道 对应关系已经做到了 这个相对于说是一个通过反射方式 就是自动化的一种方式 还有种就是我自己以前做过的一个 因为我之前有 当时间在开发框架 Python那套框架 然后我们那会是自己手写的 你的请求的URL会跟controller 我们对应起来做一个 因为URL跟controller会做一个对应关系 当然就是说你成熟的框架 就比如说像你 StoNet或者是Sprint 它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不仅仅是你单纯的URL 它还有你的method 因为你的method有get, post, put, delete 不同的method 你同一个URL不同的method 你会被路由到不同的controller里面去处理 这就是说你这里 它的一个实现方式的一个不一样 就是你就可以 大家就是不同的块钱 它可能是具体的一个细节上的实现会不一样 但是就是纳致的方案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他们总是会有一个front controller 来帮你去找到你的controller 就是就是说你的controller 怎么被管理起来的 那么它又是另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URL手动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反射的方式 或者说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来帮你把你的controller管理起来 对这样一个概念 这边的话 就是patching serverless 这个是它是在Java这个模块里面 还是它在host应用的程序 这是在宽价里面的 就是你服务器宽价 这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 就是说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它有一套就是service的标准化的一个规范 所以说是不同的人去做实现的时候 他基于那套规范来做 就是大家都把那个API都挂在这个display service 这个地方 它通过webAPI的请求的话 就能找到对应的那个分析 就是说你实现做框架的人 他必须要遵循这套 就是说是标准来做 就有点像你那个donator一样 donator它底层有那个CR 就是CRM嘛 CRR嘛 对不对 CRR它有它CRR标准在 你基于它之上 你可以写比如说Fsharp 然后Csharp 还有什么C++的那种 就是微网的C++ 然后各种各样 它有个标准在底层在那里 大家都必须要遵循的 只要遵循这个 OK 必然能够做这个事情 请求第一道门 就是到的是front controller 这个东西 这个相当于就是说 你不管是AS to net也好 还是说是Python的G event 或Flask Django都一样的 大家都会首先第一层 都是到front controller 然后在后面到其他的 两个过程 然后OK 然后的话大致的话 就说大的流程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到首先请求到front controller 分配到controller 处理完之后 返回ViewModel ViewModel再交给就是ViewResolver 就是氏族的渲染 渲染器 一个氏族渲染器 然后氏族渲染器 最后把你生成了一个HTML的结果 然后最后把HTML进行一个序列化 可能是JSON 或者说是TextPlant 就是最后返回给用户 在浏览器里显示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大的过程是大家其实都是不同的宽价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都这么做 就是说罢了 BPM方法 是的 就是说你不同的 它会有个基本的一个约定在 然后再根据你不同的页 比如说你微软 或者说你谷歌 或者说你IBM 它可能在这基础上 又有它自己的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标准 但是它基本逻辑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对吧 对对对 就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说通过它 OK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一些通用的 这样能够加深你们去看其他的一些框架 是能够加深理解 然后还有一些设计上的一些东西 OK 然后我们返回回到就是JOS的Sprinter 它的设计这边来 然后我给你首先给大家先讲 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回到就是纯粹看JOS的Sprinter 它的设计 它的设计里面就是大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一样的 DispatchCellulator ViewResolver 还有ViewController 就是在它里就是Handle了 Handle就是你们的Controller 然后就是这些元素 就是基本元素 其实大家都有对吧 OK 我们看一下 没有的 就是它做的一些东西 首先你会在这个请求里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 就是FilterChin FilterChin里面有Filter 它的作用我们后面会讲 我们先看一下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就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 所以有个蓝色的叫做Intercept的 就是一个叫做 中文应该叫蓝结器 好像是蓝结器 然后前面那个叫过滤器 中文有时候会搞乱 然后Base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多了这么两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两个东西 其实也在不同的语言里面 不同的框架里面 其实也是有的 所以名字不太一样 设计上也不太一样 OK 然后请求的一个过程 其实它第一到实际 首先是经过Filter 就是FilterChin 它里面全是Filter 然后它首先是经过各种Filter 然后是经过你Dispatch 然后到你的Interceptor 然后到你的Controller 就是你的Handle了 然后再到你的ViewResult 然后再到View 然后再返回电用户 就是什么 两个大致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FilterChin Intercept这些东西 是什么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 几个元素Field Dispatch Survey Intercept 还有Handle Adapt 这些东西 我们这里稍微再细一点 讲一下它的设计的一个方向 它的设计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 如果在未来 你自己去开发框架的时候 你就可以作为参考的方式 就是什么 OK 然后来讲一下第一个东西 首先是一个Filter Filter这个东西是 sorry Filter 首先是我们看一下Filter Filter的话 它是从标识规判里面来的 就是Java它有它就找语言 如果您基于Java开发 就是GVM 或者Java的虚拟机 去开发的那种 就是说服器框架 你必须需要遵循的是Servit的规范来做 Servit的规范就是 它Servit的规范上就是 Servit的就请求 它你可以理解为 如果我们简单一点去理解 一个请求发过来 从用户发过来 首先在Java的一个规范里面 首先是要到Filter Filter处理完之后到Servit 然后Servit处理各种逻辑 处理完这个方式 你可以理解 Servit就是一个controller 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框架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东西更细滑下去 更细滑 大家能看到代码吧 可以 先看一下文档 文档我清晰一点 Filter就是在尼斯 就是一个请求处理 就是在通用 请求处理流上的第一道门 就是用于就是请求的过滤 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 假设 假设如果用户要做登录认真 做认证健全相关的 认证相关的 比如说我用户输了一个test的用户 他输了一个1.3的密码 然后做登录 但其实这个用户是不存在的 他可以在第一层在Filter 我在请求过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到后面 controller层去处理 在Filter层就可以把你拦截住 就是说是你不需要 就说OK 你这个不是一个真 我的用户 我们不能听来 就说是 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 例子的话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OK 然后它的作用是类似这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 Filter的代码 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能看到 它其实只有一个接口 其实是一个Filter的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 Filter 它其实是有initial destroy do filter 其实我们最重关心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用来就拦截 这个请求过来了 我要拦截你 这个就是servilator request 就是我们经常request 就请求进来了 就response 就是我们要返回出去的一个 一个返回的一个response 然后filter chain 就是你的一个 这个filter的一个处理流 单下的一个filter处理流 就是它这个设计 是跟nety啊 这类的有点像 但是nety熟悉的话 可以到时候去了解一下 因为nety是目前 在全球来说 在网络分发这层 并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网络 很多的一个 就是说公司都会 把他的网络那部分的实现 嵌入他们自己的里面去 OK 然后的话就是filter 它就相当于说 有有一条 我们刚才从那个图上面 我们看到 它是有很多的一个 这个就是filter chain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filter 比如说你现在执行到某个filter了 OK 调查了filter OK 我可以执行 我filter了 我先执行 然后去执行 就是说后面的请求流 然后如果你请求处理完之后 你还想要做一些事情呢 OK 在这个下面做你的filter的一个 就是在这个dofilter之后 来做你的处理 就是说是 它相信说这句话 dofilter的后面 是你的那个 就是说后面去执行 那么相当于说 你的过滤区是在你的controller之后做的 如果在dofilter之前 那么就是说 你在你的请求处理流之前 去拦截的 就是说是 就相当于它是定义了 这样一个基本的规范 相当于就是说是 一个请求流的处理 一个基本规范 就是 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代码 那个 对比的 这供应该是写的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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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个标准 它有基本的的 一个利益 就是它提供的 借口的话 我们可以 把这个借口实现 然后它会 使用我们的实现 对不对 因为这只是 一个标准 所以它没有任何实现 只有接口说白了 你可以就这样去看 大家可以去首先弯掉 如果我们不写的话 是不是它就是默认没有 它就是一些默认 它是对 你可以理解就没有 就相当于说 如果你是框架的话 一般会有些默认的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就是首先大家弯掉 Dispatch后面所有的东西 就看到点 User filter chain Dispatch server Dispatch server 其实就是一个server 然后这就是一个 基本的规范就是在Java里面 它定义的就是你的请求的处理 就是基本规范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应用请求过来到Felder Felder之后 然后就是到Servit 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controller OK这里处理完毕卡 出去了没了 当然就是到了Sprint 它基于这套规范 规范是这个是必须要实现的 它这个公司 然后Sprint它公司 就这个开发了 它自己属于它自己的这套框架 就是相对 基于这个经营扩展 就是在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约定之上 然后实现了它的东西 所以这就有了所谓的 Dispatch server 这样的东西 它把第一个controller做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front controller 这样一个模式 因为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式 它进进来对它进行一个扩展 扩展出属于它自己的这套的一个流程 就相当于说是 其实这一部分我们没有请求去更改了 就是那个Display server list 的这一块 对你可以去定义 自己新的就是server list 但是Dispatch server 相对于是这个公司专门写的 它相对于你可以理解为说 CLM之上 它写了Cshop的一个规范 看来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个引导的程序 就是说需要结合 对 它相对于在用你Cshop这套框架的时候 它的一个初始的一个点就说是 OK 然后Filter 你说 那个Filter它是作用于URL的吗 是的 它会跟URL会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因为你请求进来的时候 你会有 但是它还有其他各种参数 我们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标准 其实不管你在说是你在那个Cshop也好 还是说是Jawa也好 其实大家都有base 就是你请求处理 请求过来的时候 我们要过的一般会基于 首先比如说你的URL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URL pattern 就是你的URL 可能还有你的一些 就是说是 呃 怎么说呢 一些message 就是method 就是你的一个方法 就是请求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你可以做一个过滤的方式 就是说是 但是它这边可能就主要是以URL为主 就是说是 后面就让你自己去注意 对 对 所以我们在 那个 不好意思 那Filtr的话 它那个有哪些Filtr的一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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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它 你第一哪些路呢 就是哪些规则 就是哪些哪些 哪些是合法 哪些是不合法的呢 嗯 它就是根据一个 首先就是比如说 我们非常常用的就是URL pattern 给你的呃 就是请求的那个路径嘛 如果你的请求路径 干past 那么OK 我可能就 如果我的这个Filtr 我现在形成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哦 没 它一个 一个 一个 如果我形成这样子 那我就 比如说你是一个 干past的请求过来 就不会用到它 它就用不到 因为你的pattern 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嗯 这个Piltr的话 是针对的是URL 还是针对的的primeters 就是 它会主要是目前 这个看到 它是取决于你的 Diota的 你对它的一个限制 目前它里 它这边的设计里面 是主要是针对URL pattern 就是你的URL 请求路径 对你的请求路径来处理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 就说是 嗯 刚才那个 路径不是已经给了吗 对 就说比如说我现在 我假设一个 这样子 就是说我现在反问百度嘛 我反问百度 对不对 呃 然后OK 请求百度 我假设有现在 对百度的百度是root嘛 然后现在百度的有搜索 比如说搜索的那个 search 相关的功能 它就会用到这个 如果你是query 相关的 它就不会用到这个 哦 行 知道了 相当于它的路径不一样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就主要是讲的就是说 呃 用通过那个archipeter的方式 去可以 在这个 在这个实现的时候 可以去呃 哪些 哪些呃 符合这个规则的一些URL的话 它会去做这个builder 对对对 然后它就相当于被拦截住 就请求我首先进来的时候 我就会被拦截住 OK你你你符合我这个规则 OK 那你就需要被我拦截住 我可能要对你做一些特殊处理 比如说我在你的头里面加一些 新的一些新的一些头 head里面再加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什么 加一些redirect redirect的那些什么一些路径 或者说 因为比如说一般的你服务器 比如说你iis 或者说是你用index 或者apache 它会在做反向代言的时候 它都一般情况下 会在你的头里面加一些东西嘛 类似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是 可以玩filter就是类似的作用 我们可以只是做一个参考 就是这样类比 也算是有个事 它其实如果结合前线的话 其实也可以在这一层做一些控制管理的 就是有些哪些人有 一般情况下 就是你做全线控制 都是在这层做的 都是在filter这层做的 一般就是说我们在Jar里面也好 还是在cshop里面也好 他们在做健全和认证 他一般都是在filter 这样相同概念的一个层面上去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致的一个 就是时序图 时序图上其实大家能够看到 就是说是 请求过来的时候 其实首先到filter 如果他能找到filter 那么OK 在filter里面做一些处理 然后用后面的一些请求 dispatch后面的一些东西 处理完之后OK 回来 回来之后最后会去 对他的一个dofilter 后面他可以还再做一次 对就是说你请求处理完之后 我在请求之后 比如说我在你的response里面 我可能还要加一些额外的东西 就是说是 也有的 比如说或者说你更新你的token之类的 就是OK的 比如说filter 这个他可以做的 就是说在你的 在你请求处理的前后 做一些额外的事情 这其实就是filter的一个作用 在一个标准的里面 他去他定义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是 OK 这filter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你们 没有了 那我就往下走了 然后的往下走就是 看一下dispatch civilite 这是在sprint的 他专门定制的 他人说他自己定制的一个 就是基于规范 基础的规范 他定义他的规范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servite 这一层上面做的扩展 他定义一个dispatch civilite 然后这个 他这个东西有啥作用呢 首先就是说是 他会去获取到对应的controller 就是 首先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 你要把请求发到对应的controller 什么总是要有一个过程 就是你要找到这个controller 然后才去调用这个controller 对不对 然后最后controller结果拿回来之后 我们再通过viewresolver 就是试图解析器 生成对应的试图 就是对应的html 然后把它返回给你 返回回去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patch的 他就是来控制 这整个后面的 这整个流程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 他定义的框架的规范 就是他的流程是这样子 就是还有他的这样一个处理流 在那里 OK 然后我们来继续 当然就说是在servite里面 他的设计 在他的设计里面 刚才 Iron刚才最初也问到 你们的controller 怎么管理的 对不对 刚才你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对不对 对 然后在servite里面 他会有个概念 叫做handle mapping 就是 请求映射 相当于说是 相当于你可以理解 就是url映射到你的一个controller 最最简单的 就是类似这样子 但他是 他就是通过短视的方式 在你启动的时候 把所有的controller 都会注入到你对应的那个handle 和mapping 他自己会注册起来 注册起来 就是后面去查的的时候 他就会往里面去找 就是说如果他在注入的时候 他的就是程序员自己写的程序 他会也会导入到内存里面吗 什么 唯一 就是说 假设他是一个网站 对不对 嗯 网站的话 我把这个网站的话 我发布了之后 呃 这个host的话 就是管理者网站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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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他他应该就是说 他已经把那些那个UR的注册到 注册到那个管理的工具里面 对不对 就是你启动的时候 就是程序启动的时候 对对对 我呃 就是说在启动的时候 就注册到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他那个 嗯 呃 就是说 其他的代码 他他就是并没有真正 真正的去 呃 导入到内存里面去 这个是 是的 没有 他只是只是把你controller 导进来了 就是相关的controller 但他取决于你具体的 就是说你需要哪些东西 他都会就取决于宽价的实现吗 他会有一些 需要就是处处化的一些东西吗 处处化的过程吗 对 在处处化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加载一些数据 或者加载一些必要的东西 到内存里面 出发了 就是说 你需要把加在程序 正正能够运行之前 你需要把需要准备的东西 准备好 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他在里面的实现 是通过反射的方式来做的 就是 来看一下 你说 我理解了 就是这个其实 你用力跟 本来的那个 S的 其实一样的 他也是 一次请求的时候 会比较慢 就是 对 就是刚启动的时候 因为你要把这些东西 全部加载完 等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会启动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日志 会很大 很大的东西 会会出来 所以就是他的一个过程 就是 对 他启动的时候 会比较慢 但是我们宁可 就是很多时候 是 启动的时候 慢点 你在运行的时候 快点 这是我们希望追求的 对 所以我们一般会有一个 small test 去 他 他 他会隔大时间去扣一下 就是 因为他有时候会消灭 就是这个时候 有人扣的话 就是 这些东西都 都不在内存的话 用small test的话 他不在扣的话 他就会 激活 一些程序员写的一些代码路级 然后把它导入分别程序里面 这个时候 用户真的扣的话 他会就感觉 就会比较快一些 嗯 这个就取决于具体的实现 就是你可以选择一种 就是多性加载的方式 或者说是你一开始 就直接全部加载 但取决于场景 就是让我们看场景 然后在dispatch 他的一个请求的一个 mapping的一个管理的话 主要就是说是 你大家都能看到 像这种notation 就是注决 呃 呃 tomata里面也有 也有类似的 就是说 attribute 嘛 也就是cshop里面 attribute的东西 哦 他们学法是这样的 是吧 对 对 学法不一样 就是说是 呃 但是是一样的东西 除外 啊 然后的话就是 你会看到 呃 这是get mapping 就是说我这个请求 是一个get的请求 比如说是 就是method 是一个get 然后post的请求 现在我的method 是一个post的一个请求嘛 然后这边写的是rest controller 说明就是说 它这里是一个 就是rest API 就是说是 它不是一个 就是text 的 的那种 就是网页的形式的 它是一种 普通阶口的形式 就是说是 一般是服务 服务的那种 阶口 比如说是 就是rest API 那种 大家都能理解嘛 对吧 嗯 对 rust的话 就是它的 思想 跟之前的一些 web的一些 思想不太一样 因为它 跟出送一些资源的 一些访问 对 然后如果是你普通的 controller 你就用 就是controller 就是说 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 你可以返回 像网站 各种各样杂七杂八 就是那种东西 就是一般是 我们作为web开发的时候 会用 然后如果你是开发的 service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的rest controller 会比较多 就是成 过程 OK 它就通过这些注解 在程序启动的时候 因为它会把这些东西 全部会找出来 然后注册起来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大致的过程 是这样子 就是方式 OK 有问题吗 那这个filter 那个filter的话 它其实的话 它已经在程序运行的 就是这个网站的话 在启动的时候 它就已经把这个filter 给注入到里面去了 是吧 就是如果 如果是非法的UI的话 它其实并没有去真正的 就是 就是 是load一些程序 真的写的一些点 或者一些酷 或者其他的东西 嗯 就相当于说 如果你要 就是 比如说你要去 就是因为filter 它只是一个规范嘛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需要 你要哪些用户 比如说认证健全 那个管理人 你如果这个 还是要用的 全部要自己做 就是做完之后 但是它的启动的时候 它这些东西 全部会加载进来 就是说 说白了 你filter里面 一般情况下 只会不会有filter 就是正常的filter 其实都不会有状态的 它都是一个逻辑处理的过程 对不对 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状态的 一个filter 正常的filter 对 它一般就是 你要么就是 你跟数据库打架到 你查数据嘛 但是你一般情况下 你就说它filter 本身是不带有任何 比如说状态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 它是一个纯粹一个 业务逻辑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就是 所以说 在一开始 它都会被加载起来 它本身就不会很大 因为你调用的时候 才会 才会调用它的方法 就是说白了 我只是占了一个 mew了一个 objag的那个 占了你一个 顶死的四字节的 一个objag的一个地址 说完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其实 你在数据化的时候 是很小的 数据化的时候 一般比较慢 一般都是一些数据的加载 比如说你要把数据 防尘起来 或者各种各样 材责的 数据相关的那种 操作在你数据化的过程 会比较慢 就是说是 像你这种 就纯粹只是一个 对象的一个管理 其实它其实都是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然后下面继续 然后dispatch 我会在不同的一个地方 我会再讲一下 就是后面我会继续往下走 然后回到那个真正的 sprint的它的管理 就是dispatch之后的这一图 刚才已经讲到了 就是handle mapping 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它的它默认的实现了一套 就是是那个 就是基于反射的方式来做的 但如果你有新的需求 你有新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 实现新的handle mapping 来进行处理 就是说 所以在sprint里面 它做的非 组件化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 你可以几乎可以替换 它的任何一层 然后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 框架里面的第二层的东西 它有个叫做handle execution chain 是一个 一个紧求处理的一个 紧求处理链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 我在 就是说我在 比如说我那屏handle了 我一般我返回的时候 我不是直接返回你的一个handle了 就是我返回的是一个handle execution chain 就是一个紧求处理的 就是相当于controller的处理理由 就是它反而是一个理由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懂吗 能理解吗 其实就是就是 它就是用了一个伪托链了 这样子 对 但是不然这样用 对 你还在吗 嗯 我在 它现在就是反复了这样一个handle execution chain 然后它里面会 会包含那个handle 就是你会有个controller 这个 就是处理器在里面 就是说 它像包含了一层 就是说 而在execution chain里面 它有两个元素 最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就是说 一个就是intercept 就是拦截器 还有一系列的拦截器 然后还有就真正的controller的处理器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 所以说 然后OK 这样你获取了这个东西了嘛 然后接下来 它的第一步 就是会先调用你的intercept 就是首先OK 就是像我们这里看到第五步 prehandle了 prehandle了 它现在就是你拿到了这个chain之后 它首先第一步就是调用intercept prehandle了 所以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intercept intercept是什么 intercept其实是跟field其实是相同的概念 就是因为field是标准规范嘛 就是java的一个后端的一个规范嘛 而intercept是它自己的一个规范 就是Sprinter自己定义的一个处理流的 其实它的作用 其实跟拦截器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它是提升在它的宽片里面 作用是一样的 大家能清楚吧 就是刚才我们讲过 然后filter它是用于在你 真正请求处理的前后来处理 来做事情 所以intercept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用来在你 请求处理的前后 在做处理 只是说它这一带 把你这个东西展开了 就是把你分的更细的 后面的dispatch civelator这边 就是请求处理的 我把你分的更细了 就是这块东西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intercept 就是先来看一下intercept intercept 就是刚才我们也记得过了 它主要是作用于handler 给你pattrure的前后的嘛 但是在它的里面 它是不能对request进行修改的 我们filter其实是可以做修改的 就是它的一个规范上的一个约束 对你的 请求 你相当于说你不能去修改请求 但是你可以去扩充请求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intercept这样的东西 我们会看到它就是有prehandle了 你会看到prehandle了 posshandle了 它传入了请求request response 然后handle了 handle了就是对应的 那个进行处理器了 poss了 你看你也不看到request response scandle了 这些都是已经有了 然后在这里 你会看到有个新的东西 model and view 就是你请求处理完之后 我们刚才也提到 在一个controller处理完毕之后 它一般会生成一个model 就是viewmodel 就是model and view 在sprint 他们一般称之为model and view 在sprint里面 它一般能够人称之为viewmodel 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还有个就是up completion 就是说是 然后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 都结束了之后 就是请求 其实应该是posshandle了 处理完之后 它会执行的 这就是一个说 对 其实怎么 这个handle的话 其实这个链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它里面会定义好的一些 一些一些 从sup里面可能会这样 就是委托吧 有一些委托链 就是它就是一些一些地址 通过这些地址 反问到这些 你写的那些方法 然后再反问出去 然后再再掉下一个 所以它会有一些 先后顺序的关系 对吧 一个posshandle 以及做完之后 它该做什么 就是 这在他们那个链里面 是定义好的这一些 委托 然后就是这些事情的话 就是可以我们自己去控制 是的 这些是可以自己控制 这里就是我们来看这里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关于说 我们怎么去 添加这个 你这个 它的添加就是按 你添加的顺序来的 你添加的在前面 那么就是 它就是先执行 然后后面 那就后执行 像这样的概念 嗯 可以看一下这里 它有个配置 所以说你 add intercept 就是它有个配置 其他有个 像你练的一个 呃 练练哭嘛 相当于说 你添加的越早 那么OK 天下就是说 比如说 register add interceptor 就是你这边加了 OK 后面还有一个 比如说 又有个customer2嘛 就假设有个另一条 那么OK 上面那个先执行 后面那个后执行 但它还有一些条件 就是它 在这基础实上 又加了一些扩充了嘛 把你的代码的一个 可扩展性 和灵活性更高了 它又加了 比如说 pattern OK 你过来的时候 哎 你的pattern不符合我 那么OK 你就 我就不敢 我就不管你的事了嘛 就是 它就下一个人 继续管你的事 就是这样一层层来 就是 但是就跳过执行嘛 相当于就是 它就在这上面 做了一个基础的扩张嘛 就是 OK 它的作用 其实就是跟 filter 其实是很 完全是很 你可以理解为 几乎就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在 它自己的框架内部集成的 一个是在 那个规范里面 就是业内规范 就是基本规范 什么里面 一个就是定义的东西 比如说是 那其实本质上 其实它们作用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 那是不是 哦 你是吧 杨雪 那是不是那个 登录健全的时候 也可以在那个 interceptor里面做呀 是的 其实你是完全可以 在那里去做的 哦 所以说实现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实 就当你了解这条 处理链之后 你就会知道 OK 我要做一个新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在哪个地 哪些地方 我可以去加 比如说是 当然因为就是一般 我们针对健全 我们都是比较 希望放在最前面 就是最 所以一般 也放的比较多 都是放在filter 因为 越前面 越早的处理 就是你相当于说 我后面 根本就不需要跑 或者你白跑 说白了 就是 对这个还是根据具体的 也不需要 就是如果已经确定好了 就是有些 因为作为设计方面的话 有个原则就是 自作清晰嘛 对 就是每一块的话 尽量就是说 能清晰的去做某些事情 然后不会找到一起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虽然说他们的一些功能可能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些 有些的话 放在 放在 放在那个 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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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耳解析方面 更好 对 选择 好 对 然后有些的话 比如说 另外一些 呃 business的话 可能会放在 呃 现在说的那看作人会比较好 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 因为 因为你整个 这个可能就会在一些一些 加过设计上面的一些考量了 对 就刚才那个 白人就刚才不提到了吗 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你真正的请求的分发 其实在dispatch这边嘛 对不对 请求的 嗯 Filtr其实是他 其实刚开始 他其实不管你请求的分发的 就是 就是 比如说 其实Filtr呢 你如果假设 我们假设把健全相关的 放到了你的dispatch之后 比如说 其实你首先会做了一道分发 就是分发的操作做了 但问题在于你的分发 其实在你那个阶段 在你做健全这一点 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就是说内部 做了 有做没做 其实没有什么 对他对健全而言之 他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就是说是 他不 其实他不关系你 到底是被分发到哪个路由 到了哪个controller那里去 就是 或者是路由到哪个severator去 他其实关系是 比如说 我假设这个请求过来 你有没有token 没token 那你本来就是不失财 对不对 我也不管你 后面还分发的事了 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分发了 你再去判断说 哦 你有没有token 但其实我并不关系你的UIL 是什么样子的 你多做了一步 没有太大意义的一步就说什么 然后白人祈祷的一个事 对 因为很多 对 因为很多 现在很多一些架构方面 它都分很多层嘛 就是比如说你 论证一层一层 就在论证一层一层 就像你现在做的那一层 可能就 他就 就关注这一点 对不对 如果你把这些 值得分散的话 把管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哦 哎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 那个fitter是根据那个UIL 来判断 判断的 那intercept是根据什么来判断 哪些接口 也要做那个 就说要 要做那个interceptor 有 就是他 其实说白了 intercept 其实很 有点像模仿 filter这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吧 刚才里面也有 有看到在这里 它有个add pass pattern 就是说我这个intercept 在哪 对哪一些路径 有作用 就是说是 他其实加了这样一个 也有一些约束条件加进去嘛 就是说 这其实是在它的基础的这套的 这套系统上面做了一个扩张 说完了 可以说哦 我对路径 比如说我可能对一些message method之类的 可能也有吧 贝斯嘛 就是做一些就是说处理 比如说他还有exclude 就是哪些路径 我不想要它用到那个 就是用到这个intercept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是 会看到这样一个 然后还有一些order 就是说它顺序 我也可以给它定义 就是说是 但是如果你不定义 它就根据你添加的顺序 如果你有定义 它就会对你的顺序有作处理 就是说 因为它这些一般都是用那个 就是扩插出来做的 比较多 就是说是 因为有顺序 就是说是 OK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那个hander mapping 是根据那个 dispatcher 而那个severate生成的吗 它是 它相当于是一个map 然后里面装的是那个url 和那个counter那个吗 嗯 如果细一点 我就是 但它里面的细节 就是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Sprint 就大致的一个流程 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有一个UI 它这样 我大致说一下吧 比如说是 它就首先启动的时候 它会把所有的你的controller 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的controller都会给拿到 因为每个controller 它都有路径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路径啊 就是你的UI的路径 后面的那个 在那个root之后的那部分路径 就是当它在启动的时候 会把这些 首先它找到这些controller嘛 对不对 找到这些apping的这些玩意儿 然后OK 它就会把这些东西 这些方法 还有这些路径 全部会有包装起来 存起来 OK 现在请求过来了 它会找到那个 就是它一个个去判断 它那边会白白 有个判断机制 就是你的路径 还有message message 是不匹配 不匹配 OK 我就往你那边人 相当于就是说什么 包装出来一个东西 对的 它应该会先在那个controller 这一层会找 因为controller可能也会有很多 对吧 在controller里面的话 你会再具体的回去找 我用一下哈 我记得我 我 我有 我看呀 我这个是用了 svm svm 哦 没有svm OK 那我启动一下吧 先启动 我用debug模式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打断点 到那个svm里面去的 你去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 这个 随便找一个 OK 你看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 这个就是这个文件就是dispatch civilized 大家看到了吧 能看到吗 等一下 页面卡到了 好吧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对吧 这就是dispatch 它就是你看do dispatch 其实就是civilized的那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它会调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先不管吧 就是相当于dispatch就是用了就是你整个请求流 请求流嘛 刚才我们提到它的第一步它会回去获取controller 就是相当于是获取这个handle execution 首先要去到handle mapping里面去拿嘛 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是 它们有很多种事件 一般情况下相当这种好的问题 它是一个全局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不需要每次都去获取新的伞 所以说每次它它是在启动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管理起来 可能有manager之类的 而且OK 把你的请求扔过去 因为请求里面包含的信息有 请求的url 对不对 然后请求的message 对不对 还有可能像chorus gene 还有header 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元素 那一般情况我们用到找公司 用到最多的有两个元素 就是一个是pass 就是它的请求url入境 然后的话就是它的message 这样的东西就会作为最最重要的一个 来寻找你那个就是handler的一个依据 就是说你去寻找你谈出了的一个依据 所以它在gethandler的时候 它就会去找对应的这个handler 可能就是一个的 可以看到这里吗 handler mappings 对不对 那我能参与君子吗 说说说 就是说这个mapping的话 它如果有先后的顺序关系 然后它只找最低一个是吧 是完全一样的路径吗 对可能类似的 在启动的时候就会报错 没有 它在在 不让注意事把mapping上里面 对对对 这说法就是你写了两个请求 就是所有 我指的是所有元素都一样 就是你method的url 完全一样的 这在启动的时候就直接给你报错 所以说法了你写重了才 啊这启动时报错是吧 对它在启动的时候 它就检测到你写重了 ok ok 那一般请不应该写重的吗 就是 可能会重 我说那个可能 它如果它参数不一样呢 它只参数不一样 那名字可能一样 也会报错的 也会报错 这取决于就是你在handle handle mapping的实现是什么样子的 就取决于说罢了 有个是 它默认的实现 它是就是说你理论上 你相同的路径对吧 相同路径相同的message 就是method 那么你就不应该 你这个应该就是一个装有的 有个controller 应该有 装的controller 等等 我知道 就是说这个mapping是针对的是controller 这个级别是吧 就是说controller里面具体到一些primeter的级别是吧 ok 那我明白了 对 因为如果因为controller 肯定是不能重复的 但是可能在controller里面 有些具体的可能会 它会有一些重用的东西 嗯 那一块可能它UI可能会相同 但是呢 它的参数可能会不同 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只会 这也是叫第一个 那是为什么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不是 你刚才自己其实你写前段的时候 你不是也写了service吗 controller后面 因为目前就是像有些服务化 或者说一些他们现在在华丰的 因为mvc这是一个很 它它这个框架算是算是很基础 一个基础的框架 在这基础之上 然后很多的一些框架它会再细化嘛 它会把一些规范定的更细一点 比如说你会提出在你的mvc之上 你可能又提出像service 成的 比如说是还有像你的entity 比如说你的model 这类的更细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还有viewmodel 这类的更完 就是更细的一些东西 会提出出来 也会过展出来 也就是上 在基础之上也就是上 OK 但只有你会过来 就是比如说它在这里 我刚才就是我的 我只写了一个controller 里面就只有这些dispatch 我好像一个还是两个 然后我们看到它这里有 它自己的对应的一些controller在里面 它有一系列的一个包装完的 就是一个请求就说是 那里就说是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其实获取到 最终获取到 会是一个handle execution 并不是一个真 立马就获取到一个handle了 就是增加一个灵活性出版的 OK 然后我回去走一看 OK 然后请求完之后 你就获取到 你对应的就是Map handle 就是它里面包含了 你所需要的一些信息了 就是说你用你的handle的信息 什么样的 接下来也就是说 我记得 我已经获取到 我handle了真正的数据 信息已经拿到了 后面我就是相当于说 我把这个请求再扔给它 去处理就OK了 这样过去 这样理解了吗 OK 解释了 嗯 明白了 嗯 反正这样的过程 OK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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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的话 我们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这就是现在抛开请求流了 就是除开 intercept之外 intercept 刚才大家也大致明白它的一个意思了 对不对 然后OK 接下来 这些也完了 OK 我们现在要到handler来了 就是我现在要去处理真正的handler 就是在这里 在Sprint里面 它又有个新的一个设计 它对你的handler又做了一层包装 它不是又不 也不是对你handler直接做处理 它是对你的handler包装 要做一个handler adapt 它能说一个代理 它用了一个代理的模式 代理代理代理在那个在那个那个那个 Java里面 尤其是在Sprint里面 用的非常非常直观 就是 sorry 我的桌面 桌面 OK 代理模式 像你说完我的请求 会通过这个代理 然后最后才会访问到你的真实handler里面去 就是说是 然后后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andler adapt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就是它的单纯的handler adapt 它所经历的一个理由 可能比较有点大 好 等一下 把这个东西在哪打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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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这个吧 好 打开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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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给你们看一个例子 我把这边跑啊 人就不管大乐 我都断点成 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能看到就是一个请求 其实就是说他 我们会看到他有他的一些content type 在这里看到说text hml 然后还有比如说json 我们比较多 如果是像res的话 可能就是用json会用的比较多 就是reson 然后如果是web的app的话 一般会用像text hml 或者是plaint 之类的 这种概念的就是 这样的比较多一点 这个东西 adapt adapt 就是handle adapt 他设计到一个作用就是对你的一个body部分的解析 就是你body我们在就是应该是尤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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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web服或者是web服之前一段时间他有个叫做pode的一个概念 hojo就是他全称叫做pure object 然后java 他的这个相当于是java object hojo pure object java object 然后csharp里面也有一个相同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概念就是最初是从那个martin floor就是一 就是sit water的他所谓的首席科学家提出的 这个专门在免结方面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一个大牛人 就是他提出的概念 然后引导就是说是用纯粹的一个类的概念 就是刚才在我们在看那个白人他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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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的demos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些model 然后model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model 他就纯粹就是说他只有一些属性的一个东西 相对来说就是一些 就他自己的一些achibute 或者他的一些属性还有get之类 只是会访问和设置这样的一个不会有夹杂 他就有逻辑在里面 而业务逻辑一般是会访问的其他地方的 科学的概念就是说我的每一个类 我的每一个类他应该都有属于他自己装有的一个职能在那里去说是 他只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OK 然后的话就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 比如说adapt里面他有非常重的作用 就是需要把你的请求流 这请求流一般指的就是你的boarding 不对因为一般你请求过来是一个 这因为请求过来一般都是一个流嘛 因为Socket建立之后 它是一个流处理 它中间是一个IO流 IO流的处理 网络进来之后就是一些比特位 比特位进行转换 就根据他的那个 就是进行转换之后 然后被我们的上层应用进行读取 然后所以说他这里就设计了一个流到你po就对象的一个转换 如果比如说很简单就是说是我们是一个 嗯 我们我们如果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举个例子嘛 就这里我们看一个这样一个例子 呃 大家看这个这个请求这个handler 或者这个controller 我会看到他 他这边直接就已经用了一些类型了 我们这里说我们请求是一个流 你request 你就回来是一个二进制的 呃 就是二进制流嘛 二进制流 但是我们看到代码 却完全不是这样子 没有用我们的程序员去处理流 这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而且是很多重复的事情 所以说框架都会对这一层进行包装 把流转换成对象这样一个过程 就在ASBitonet里面也都是有的 还有对应的一个请求处理的过程 对从流到你object的一个过程 但是同样的在你的那个 在Sprint里面也是一样的 还有同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他会帮你把流转换成你对应的那个类 就是这样一个复留的类 对的 如果如果这个转换 如果你这边写多个方法 然后的话 其实也一样的 但是他那个那个参数他类型不一样的话 他他有时候会会会找到 那个最最最将近的那一个那一方法 去去去去进入那个方法体里面去 这个取决也就是具体的 你框架的实现了 然后在Sprint里面 它是目前是如果是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支持 就是说是同一个路径和就同一个路径和Message Message是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它是不能有相同的就就算你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也是不允许的 就是说是 这个会会会再报错吗 我我私下巴里面是没有 没这个问题 他交到点这个这个 这个参加会他会报错的 这个对 就相对他对你的一个就是 你需要严格定义每个请求 如果你参数都不一样 他是希望你自己再定一个 当然你可以就是说你有些就是 就是说有些参数 他也可以有默认值 就像你如果你就像巴人说的 他可能比如说你的那个请求 他还可以参数 可能比如说你有五个参数 但其实有两个是可选的 你可以不传的 这就是ok的 就是你只要定义凝退了 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就是说他不允许你存在多个 就是比如说 这样子的情况 他是不存的 不行的 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 就像你方法 方法名改了一下 比如你方法名 你就算改了一下 但是他等我启动的时候 他就会搞错 握手握手握手 这个跟donate还不太一样 这就是继续的实现 就是说是 他的话如果你要 需要实现这个东西 你就需要自己去实现 那个handle mapping 那一块 就是说是 要你自己 定义这块的东西 就是说什么 最像他开放给你们自己 就用就是开发人员 你根据你自己的业务需求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可以你自己去定义 这样的东西 那我继继续了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handle adapt里面 他一般会做的第一个是你就是流到Poio的一个转换 但这个转换过程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起来很简单 就说OK 这样一个Poio转换 很简单 那就是Poio要做的很简单 要做简单很简单 就是但是你要做到很复杂 比如说你会对你不同的content type 他会自动选择不同的转换器来处理 因为流到Poio的转换就这句话 我们就简单拿着一句话来做一个分析嘛 他至少提到了这么几个元素 一个是请求流 一个是Poio对象 一个是转换 这个每个地方他都 但是Poio对象这两个和流这两个是比较固定的 但转换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很短 也可以很长 可以很简单 可以很复杂 就是说是 其实其实这个其实他的内存里面 他其实就是二级进词 但是他转换对象的话 其实他他他他可以在那个类型里面 去直接找到那个类定义的一个 一个那个内存的一个 他一个有一个有个比较 就是他会定义那个类型 是class的类型 然后通过那class类型 跟他对应起来 然后就是去就可以直接 就会就可以把那个呃 对应的流转化到那个对象了 对这就是你说的一个大致的过程吧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我们我这里可以大致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拍一个拍一个拍板 新的东西 OK 再拍一个拍板 就是说首先一般比如说我们说 警求流嘛 有个警求 这个转换就是说 这个转换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来讲 稍微讲一下这个转换 这样一个过这个过程 会设计到哪些元素 这个就是在你们未来可能 如果自己开发框架的话 你会可以去考虑的就是 因为呃 donate那边有一套非常有名的框架 这就是叫做service stack 就是目前被亚马逊还有谷歌 还有很多他们在做donate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有用到的一套框架 那套框架就是做的 是也就是很 就他层次分得很清楚 然后扩展性做得非常好 有一套框架 然后就是我们大致说一下转换这个过程嘛 首先是警求流 然后警求流 然后Pojo Pojo就是cchop里面也是有类似的 这个反正是类似的Pojo对象就是类对象嘛 Pojo类Pojo对象 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 相对来说已经固定下来这些东西了 然后OK 接下来就是一个转换 转换他这里是 那么转换怎么转换 OK 转换就是把警求流转换到Pojo 对不对 警求流 OK 那么他有格式 格式从哪里来 这个就有好几种的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决策方式 就是说是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一个决策方式 转换里面第一个 一般情况比较多的就是content type 你可能在type来根据来进行转换 比如说我现在警求流过来了 对不对 警求流过来了 OK 我的content type 可能是一个text 或者是一个form 这个form相关的一个 一个 OCT 我忘了 那个太长了 就是不同的 比如说是json的 那么OK 他就会把警求流 这个二进制流进行 就是用json进行反序列化嘛 所以说他会首先根据content type 然后进行我们假设他是一个json 那么序列化 序列化跟反序列化 它是一般是一套系统的 首先就是根据你的content type 转换的 首先根据content type OK 然后找到你对应的序列化 反序列化器 这其实都是 每个地方它其实都是一个 可以扩张的一个过程 OK 序列化反序列化 那么最简单就是 序列反序列化完毕之后 就得到了这个Pojo对象 就是说是 OK content type 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content type 对不对 比较团阶的json 然后的话 text html 然后还有其他的 还有text plain 还有其他的 OK 反序列化又有很多了 json 对不对 json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 就像json那些序列化的uclize 或者是jackson的一些 这个东西了 json 然后text 他有tag的 就因为这个是一个网页嘛 你不可能按照json的格式来转换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会需要找到对应的 对应的那个 是 tml的一个转换器 他有对应的一个转换器 他可能是通过view resolver来处理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 就是 OK 这里就设计了一个 我怎么找 这个过程 因为你肯带type有很多嘛 对不对 你怎么找 这就是一个过程 就是这些每个地方 其实都是一个可以扩展的一个地方 然后 反序列化又会可能设计了 你对你不同的这些里面的一个 因为你又转换到Pojo对象嘛 你对象里面可能又有些其他的自定义对象 或者又有些基本的类 对象 你可能会对那些做一些自定义 比如说 就是自定义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时间 我们会尝尝 说到时间 时间的格式化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 时间 时间的格式化 OK 这里我给大家打 时间 你可能有比如说这样的格式 12年12月 28年12月 12月 然后的话 10点10分 那 这是一种时间格式 可能这也是我们尤其在中国 就是一个同一个 就很少跨时区这样的国家的一个 比较比较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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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区格式 然后如果是像国际 国际时间的话 它一般会是像类似这样子 6年12月12时T 然后的话是14点13点10分23秒 然后卡卡卡 然后后面还有个Z 或者说是具体的时区GMT加8 GMT加8 也是这样子 这种尤其是在国际时间那种 会用的比较多 这个时间是一个标准化的时间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一个标准化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一个标准化的时间 它是遵循一定的国际标准化的一个格式来做的 这个时间一般都是 尤其是中国地区开发者 就是用的比较多 或者是他们一个国家 不会跨时区的那种 会用的比较多 就是一个本地时间的一个概念 这些东西一般喜欢 尤其在序列化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时候都是会去做自定义的 因为你会根据你的不同 会去做不同的处理 所以说在转换 它这个转换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是有时候会比较复杂 就是这个过程 这里 大家你听清楚了吗 这个清楚了吗 这个大折概念 嗯 清楚了 没有问题 我就这个就把板就关掉了 嗯 哦 sorry 管得太急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张这里有张图 它非常非常长 就是我说 这就是纯粹 adapt里面 它涉及到各种请求解析 就是从你流到你抠久 然后过程 它其实是在它的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在很多地方 它因为它要做到 或者因为它是一个框架 它要做到可扩扎性比较强 它会去对很多地方做一个抽象 提取 所以它会用非常多的地方 做的事情 然后ok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 就真正的handle的调动 这就是真正的你的controller handle的处理的地方了 就我们所谓的你的controller handle的代码里面 真正到这了 到这些地方去做执行了 这些地方做执行了 这个就是handle了 gap这里面的作用 就是说你要调用handle 因为它本身就是 对handle的做一定的包装之后 对它做了一个代理 然后ok 最后一个就是 异常统一的异常处理机制 统一的异常处理器 就是说 异常处理器就是说 这就保证我们在controller里面 你无论怎么扔异常都无所谓 它会在外面 双门的地方会被捕获住 因为我们自己去写 就是在代码里面 到处写try-catch 你版本会觉得很恶心 对不对 一般我们很少说 你会在你的代码 在你的尤其是controller里面 到处写try-catch 写的满地都是 这版本很少吧 你们遇到的 嗯 所以说一般基本上 都是会有一个统一的 异常处理机制 而且你会根据你的自己的项目 来定义自己的一个异常异常类型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没有写 这里没有 没有写 handle 没有写 没有写错误处理 异常处理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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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里没有 OK 再来 我可能也许有 没有 没有 哦 有 有 这里写了一个 在这里 这里 我大概就写了一个统一的 一个异常处理器 就相当于说 你可以大大大 相当于说是随便抛 随便抛 那个相当于说 你在你的你的应用 你的肯定处理过程中 如果有异常 你就随便往外抛 它会总会有个地方 帮你去 捕获住 统一进行错误的处理 就是说是 adapt 它的一个最大的作用 主要是在这三个地方 就是 请求流的一个转换 一个就是异常统一处理 然后handle的第二种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 filter intercept 还有adapt exception handle 就是它的这个统一处理 在sprinter里面 它只会作用在它自己的框架里面 所以说你在 在filter里面 如果有异常处理 根本 exception handle 是根本不过去处理的 因为它根本没到内层 所以说也博不了 处理不了 这就是宽价 所以说你在哪里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大家就需要清楚的地方 就是说什么 ok 然后的话 这就是一个大致的一个 就是 这个sprint 它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是 大致是这样子 我刚才讲的主要就是 你handle handle的这一层为止 然后handle了之后 其实大家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了 不管csharp也好 还是说是你在其他的很多python的flask 或者jango 说是java的sprint都是差不多的 后面就是你返回的viewmodel 请求返回之后 ok我用viewresolve对应的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viewmodel 进行处理 然后就转换成试图 就返回个用户 就这样一个过程 大的过程就是这样子了 ok 大致的话就是 这边就是今天讲的是这些 然后圆码都在文单里面 我之后会全部会 我把今天的会议 成立完之后 发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嗯 好 ok 然后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刚刚你那个异常处理的时候 好像用到了一个 counteradvice那个注解 那个注解是干嘛的呀 这个就是sprint里面一个专门 就是针对你那个controller处理的 就是因为X7Handler 你controller就是它是在你用了AOP advice嘛 就是建言嘛 AOP这样一个东西 可能Baron你那边对AOP是否了解 知道 前面边沉默了 沉默了 有可能听过 有可能没听过 反正就是它现在就是在你的controller 两边嘛 就是因为AOP 在你controller两边 就加了加了一些东西 对于你controller的当中抛出的 acceptation 它会专门进行处理 就是说什么 有相对 就是有点像 你可以它其实本身 你可以历久也是一个 intercept的在 controller之前 或controller之后 其实它是使用的是 AOP的暗示来实现的 就是说什么 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吧 你可以去自己去查一下文端 就可以再深入看一下 它就是它里面主要是用到像 initial binder 还有那个handler handler处理这些都是它里面 用到的 就是 就是 就有一些 就是一注解 就是说是 它主要作用于你controller 那一方的就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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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 好 然后就是 反正这块东西 就是大致这样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 如果想对Spring的了解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然后你可以 以及这张图 这张图 是值得去看的 然后让你明白 就是说 在什么时候去加这个东西 是可以的 怎么去加 就是说是 在哪层去加 会更有清晰一点的概念 就是 就像我们以前 如果是对Json做特殊处理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在Adapt里面 它就会设计了 因为它用到Json的 刚才我们在白板上 还到了用Json的 那个蓄力化 蓄力化的工具嘛 所以说 你去对它进行一个 那个自定义的一个 对它某些类型 进行自定义 地义的时候 就是会需要在 那个阶段 去处理 如果是 好 你知道才能拿去找 就是这样的概念 OK 这就是大致的一个 一个就是SWIN的里面的 一个请求处理 留的一个过程 OK 今天我这边就到这里了 然后暂时就 先这样子了 今天的内容 然后后面也没有其他的 暂时没有其他分享 就到下一个阶段 看大家有其他人 有其他分享 我们到时候再发出来 反正还是月底吧 大家自己自己看一下时间 以会议示范 一般会发出来都是 好的 你以后都会在那个活动群上公布吗 在目前会会暂时都在活动群 因为那个那个小程序还在开发 那个还没还没做 就后面慢慢会移到那个小程序那边去 就是这样 现在是用活动群要方便很多 就是可以统计啊 就是大致就能知道 这些人谁来 因为我们有些什么内容 都可以发布出来 大致清楚 OK